卢瓦尔河从源头处冰雪融化的滴滴细流 一路融会壮大 成为欧洲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 由于几乎没有受到打扰 卢瓦尔河也幸运地保持了原始状态 在河道中自由地奔腾流淌 一千多公里的流域里 卢瓦尔河滋养了无数野生动物 它不可捉摸的情绪 也影响了所有这些居民的命运 初春卢瓦尔河漫过了两岸 森林与被河水淹没的原野 没有生命的迹象 然而繁殖的季节已经来了 每年的这个时候 罗瓦尔河就成了球偶 孕育和新生命诞生的背景 田鼠一家希望河水 不会淹没它们的洞穴 风湖在刚刚高出水面的河岸上挖洞为潮 它们就要在鸟巢里养育后代了 河减在河岸上挖洞为潮崽 湇GAN wurde在河岸上挖泳在河岸上等着水位下降 捷贝尔德琼山 位于法国阿尔代石省 这里是卢瓦尔河的源头 虽然是早春时节 天气仍然异常恶劣 冰雪一滴滴融化 汇聚成了一道溪流 这条溪流逐渐壮大 成为欧洲一条原生态的大河 卢瓦尔河的源头还藏在浓雾之中 浓雾里出现了三只小狐狸 他们刚出生七周 最近才开始离开洞穴 卢瓦尔河的源头 他们的爸爸出去猎食了 他在几公里之外 找到了一片最近刚割过草的草地 这里没有茂密的草 可供田鼠藏身 狐狸保护庄甲 免受镊齿动物的啃食 一天内可以捕获四十多只镊齿动物 狐狸爸爸只需要大约十五只田鼠 就能满足自己的需求 但是他给自己的孩子们带去了更多田鼠 这些幼崽虽然还在吃奶 但他们已经开始进食小型的镊齿动物了 狐狸妈妈待在巢穴附近 看守着他的孩子们 这些狐狸事实上占据了其他动物的住处 他们已经找着了窍门 不需要在这坚硬的实质土壤中挖洞 只要依靠一群杰出的盟友就可以 他们是汉塔 他们已经把卢瓦尔河源头附近的土壤 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瑞士奶酪 上面布满了小洞 狐狐狸重复利用了汉塔遗弃的洞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春天汉塔从长达六个月的冬眠中苏醒过来 它们的体重减少了一半 这片草地是最好的储藏室 为它们提供食物补充能量 卢瓦尔河源头的景象完全不同于下游 涓涓细流构成了一张网 在这里居住着一些奇妙的动物 雄性的高山荣源正在炫耀自己斑斓的色彩 繁殖季节到了 它们正在寻找瓷荣源 终于找到了 迅速摇动尾部的动作是它吸引瓷荣源的秘密武器 它正是以这种方式发送求偶信息 但是瓷荣源不为所动 无忧无虑的狐狸幼崽继续嬉戏 这事实上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训练 有助于提高它们的反应能力和耐力 它们和汉塔共享游戏场 手足之间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打闹 它们需要接受良好的训练 才能在明年春天离开这片原野 去建立自己的领地 一只普通狂在原野上空不时 它迎着风在空中盘旋 密切关注着猎物 汉塔对于狂来说提醒太大 但对于金雕来说可不是这样 一只哨兵发出了警报 这种凝叫声可以传到几公里外 不远处几股细流在捷贝尔德琼山脚下汇聚到了一起 此时卢阿尔河变成了一条一米宽的溪流 它就在我们眼前上涨变宽 卢阿尔河在随后的几十公里内水流湍急 当它到达奥夫涅大区的勒皮昂沃来时 已经有二十多米宽了 经过漫长时间的积累 卢阿尔河如刀匹斧一般塑造了这里的地貌 岩壁是白猴河屋选择构筑鸟巢的地方 白猴河屋父母任务监局 幼鸟长大不间断地需要食物 白猴河屋从水面以下不食 怕潜水寻找昆虫幼虫 春天来了 数百万只幼虫同时变成了成虫 在空中狂乱舞动寻找伴侣 这对于尊鱼来说可是好时机 它们等着吞食落在水里的昆虫 而白猴河屋更喜欢藏在石头底下的昆虫 小鸟要离开鸟巢了 鸟巢下面的瀑布鼓鼓流淌 对于白猴河屋来说 一旦离开鸟巢就再也不能回来了 这只幼鸟很犹豫 他的兄弟一天前飞离了鸟巢 在旁边等着他 这只幼鸟还不会飞 也不习惯走路 鸟巢里还剩一只小鸟 他迟疑不前 明天再试试吧 从现在开始 这些年幼的白猴河屋 别无选择 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下游 一只雌性鸡玉也在捕食 他把自己的鸟巢建在了河中间 这座被青草覆盖的小岛上 卢瓦尔河保护鸡玉的卵 躲过了捕食者的魔招 但是也带来了一大威胁 如果河水上涨 鸟巢会被淹没 附近池塘里 蝉蝠的蝌蚪们对小鸟的命运 莫不关心 雄性蝉蝠负责照看这些卵 它们乘促地附着在它的后腿上 它必须保证这些卵不会变干 它时不时地下水 白天藏身在洞里 这条蛇溪正在寻找阴凉处 蛇溪这种没有四肢的蜥蜴 主要捕食藏在地下的蠕虫和小型昆虫 这些红蚂蚁也是捕猎能手 同时它们像牧民一样放牧吸食树叶的昆虫 当红蚂蚁用触角轻拍这些昆虫时 它们会分泌一种甜味的枝叶 公蚁会食用这种枝叶 便和伙伴们分享 下午三点左右 太阳已经熄熄 落到了卢瓦尔河畔峭壁的后头 两只年幼的雕骁从先前躲避烈日的灌木丛里钻了出来 回到了被当作鸟巢的岩石表面 它们知道夜幕降临时它们的父母会外出寻找食物 这时 卢瓦尔河就成了夜行捕猎者的狩猎场 一只水雕逆流而上 到达了一片遍布小型猎齿类动物的草地上 再往下游去 可以看到格朗热城堡处立在卢瓦尔河上 这里住着一群寒鸭 再往前去 在距离源头五百公里的地方 卢瓦尔河已是一条壮阔的大河了 河中有不少小岛 天气恶劣时 河水会漫过两岸 淹没原野 摧毁地下的巢穴 随着夜幕降临 卢瓦尔河为一种善于躲藏的生物 提供了理想的捕猎场所 这种生物极为少见 水属尔浮是在进水面处捕猎的专家 卢瓦尔河的水流还很强劲 但是水位正在下降 露出了被洪水毁坏的河岸 最先探索这片新土地的是一只射曲 这是一只年轻的射曲 正在寻找领地 它的体型只有老鼠的一半大 但它却是出众的猎手 又难以满足的胃口 它可以充分利用这片肥沃的土地 而不必担心竞争 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射曲 在暴涨的洪水中死去了 蚯蚓在水底下过了无忧无虑的一周 现在水位下降了 它们可以在夜间出来活动了 射曲灵敏的感知能力让猎物无处可逃 按体型比例计算 射曲是自然界中要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 它继续探索这片土地 这堆由洪水积聚的树枝 是最佳的安身之处 它在一根中空的树枝里安了架 在这里它可以安心地睡上一觉了 黎明时分 另一只哺乳动物也像社群那样 出来探索卢瓦尔河的河岸了 水位下降露出了沙洲 树上的一些叶子还带着河水沉积的泥沙 留下的痕迹 这堆河梨重新收回了 因为河水上涨不得不放弃的领地 它们用来标记土地所有权的气味 已经被洪水冲刷掉了 必须重新标记 这种气味标记是河梨分泌的刺激性物质产生的 分泌这种物质的线体位于河梨尾巴的基部 河梨通过沿着河岸散播这种气味 让入侵者知道他们不受欢迎 这对河梨夫妇用气味标记了这片土地以后 沉勉于为对方梳理皮毛 这一亲密无间的时刻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感情 北灌木覆盖的河岸是繁衍后代的最佳场所 欧洲最大的镊齿动物要消耗大量柳树和阳树的树皮 这只雌性河梨重15公斤 但是一只雄性河梨的体重可能是它的两倍 磁河梨在陆地上行动笨拙 但是它却是一名游泳健将 它在水里进食避免被其他动物伏击 它保持警惕是有充分理由的 由于过度不劣 河梨几乎从卢瓦尔河边消失了 四十年前才再度出现在卢瓦尔河畔 最后标记一点气味 然后它就可以回到小窝 睡上一整天了 洞穴的入口在水面一下 洞穴过后 卢瓦尔河两岸成了未开发的林地 这只有蕴在身的欧洲袍和它的一只幼崽 终于回到了这里 现在唾手可得的茂盛青草 上周还在水面以下 卢瓦尔河使土壤变得肥沃 各种植物生长繁茂 从而吸引了这些动物 像法国这样人口稠密的国家 一条河流如何能拥有如此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呢 原因可能在于 洞瓦尔河保持了它的原始状态 它的河道不像其他的大河被输均 或者被大坝拦截 因此不同种类的动物在河岸上定居了下来 强者弱者都是如此